在人家裡的狗就是冷酸三個的時間 在島南的雍迪丁來早朝在小孩的街頭 也讓雍迪好時順時參加 大概還蠻多的 因為大概是被抓了三個多月 然後他大概一兩天就會來抓一兩隻這樣 每天一兩天就來抓一兩隻 多大的書 大概是這麼大的書 就是剛剛是算沒多久了 就一兩個一半以內的書 這家豬的豬長來早朝豬的狗 經過農業出今晚證實是台灣蜜蜂 不過早朝豬長要做什麼 是不是有吃豬的可能性 受醫師林佩儀表示 他認為豬只是抓豬去玩耳 他應該不是 他可能會去咬啦 但是可能不是真的是拿來吃的 所以他是把它玩死就是了 對有可能 因為他附近可以吃的東西真的很多 他有一堆雞鳥啊 還有人家種東西啊 然後他的豬飼料其實他也都可以 他可以吃東西真的是很多 然後他附近好像有民眾 會在那邊釣魚什麼的 他說過他會餵他 所以他應該只是跟那些小豬宅玩就是了 他應該 對 可能就是想玩 用豬好使用化很高的抓豬的精神 也有通過相關單位 所以他豬都抓不夠 好告訴他在豬龍的朋友 協助他利用新的捕龍氣墊兩天 來就將狗抓到 因為這個狗你會把狗抓豬 他就叫我說 我給你做這方面的東西 叫我來跟他搗三天 他之前的時候拿以前的那個 民感度不夠我都抓不到 叫我說我來跟他搗三天 我不知道說拿我來試看看 第二天就抓到了 現在這隻台灣蜜蜜抓到一號 也讓狗爪鬆一口氣 因為不必再順路掛狗 不過這隻狗看起來 應該是讓人吃過 到底是等著不要吃 或是逃走出來 不知也不知道 其中情深藏不到 好 好 好